救了一些重病 斷手斷腳的 盲眼的 爆眼的 我們堅持幫牠做治療 牠們會有好轉 只要你不放棄 其實有希望 我是琪琪 暫時家裡有26隻貓 大部份都是重病 收養回來的 我這裡的20多隻貓 全部都是貓有在街上發現 或者我在外面餵街貓時發現 我由兩三年前開始 收第一隻街貓 因為牠斷腳 收回來的貓 大部份對眼有事 單眼或全盲都有收 很多都有皮膚病 比如金錢士娜 因為這些是會傳染的 因為我本身有識醫生或護士 可以教我一般護理 所以我主要會收這些貓比較多 因為牠是大兒子 當時深夜有人求救 看到貓的手重傷腫了 流膿 然後我們就馬上去摺 拿到回來其實很嚴重 這個位置都爛了 然後醫生就說要摺脂 因為很嚴重 牠的傷口很長 然後我們都覺得有機會可以摺脂 所以我們都沒有跟牠做摺脂 然後就一路洗傷口 約一個多月左右就痊癒了 其實現在是跟正常貓一樣 亦都平平了 沒有膠 然後還要摺脂 那種痊癒 還要摺脂 照顧殘疾 貓其實跟健康的貓 都分別很大 不是說需要非常多的醫療知識 只不過是你看醫生的時候 問多手醫幾句 或者是 其實姑娘那些很願意教 所以才會懂得那麼多照顧的技巧 因為很多方便、放尿、打針、打皮下水、吊鹽水 其實一般普通的照顧都要學很久 其實基本上上班之外的時間都是給牠們 一天可能睡四、五個小時 如果遇到重病的 譬如要晚上餵夜奶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沒什麼時間可以睡 因為我接很多貓回來 其實都是長不大 變成牠們並不會說去到 不是說很長命的 所以可能有些短期起來 牠們重病 可能幾個星期 到六、七個月 牠們就離開了 但怎樣也好 我們都會預料 接得就會照顧到牠們中老 這麼短時間 但是都要花這麼多時間去照顧 我覺得始終都是貓貓生活的一個過程 起碼牠曾經有一個家 有快樂、有媽媽親 就覺得牠們已經很開心、很夠了 是不是? 聽得懂嗎? 索主 我會忘了嗎? 在《漫民家》中文字幕提供了嗎? 在《漫民家》中文字幕提供了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